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方向老师 感谢真伟 刚刚1点25分的时候 指数是在涨31点 蔡老师说过要站回这个季线 要涨50点以上 那尾盘果然有 听蔡老师这个命令涨了57点 各位其实我印了一张图 误差一点 我印在15635 各位尾盘是收在15636 所以说这个盘是 各位历经了5天的折磨 今天台湾股市给你收付的一个季线 当然后市到底是应该卖 还是应该买 各位还是回到老路子 如果你本身你研究的个股 只是一天到晚在听消息面的话 那当然每天都是卖点 因为它没有营收 让它的股价很稳健的往上走高 那如果是有营收的个股 各位纵使这几天的台湾股市 就是在季线之下 但是它还是能够给你不停的一个走扬 所以说有时候跟大盘 也不要有太亲近的一个感情 因为你要做的 你要赚的钱是股票的钱 来各位 上礼拜五4月28号 大盘尾盘涨了167点 但是依旧是季线之下 各位 季线那时候15628 最高15580还差50点 我这边写差48点 对不对 但是上礼拜五已经出现 微妙的一个变化了 首先就是外资 结束了连续9天 卖超台股的动作 对应的就是它借券 它也没有增加 各位你看到下面 原先6天借券大增 在上礼拜五借券 也是减少了2109张 这个心态是正确的 再者多方的援均出现 多方援均绝对不是八大公股 各位 多方的援均叫做投信 投信拿到钱了 各位 上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五扩大买超来到21亿 所以台湾股市在三天廉价之后 今天来叙事待发 来收付这一个季线 其实老天也是有帮助台股 为什么你看看 这是上礼拜五德国股市 4月28号 它创波段新高德国股市 法国股市已经是历史新高 它全世界最强的 越抗议越强 真的是很讽刺 对不对 好像一天到晚在洗脸 法国的首相马克宏 对不对 但是也不管 我们就是论事 好不好 他依旧创历史新高之后 回档抽长下影线 那昨天 欧洲股市是没有开盘 美国股市呢 美国股市 三个指数是往下跌 只有倍半收红 各位但是我必须跟你讲的是 虽然很多指数包括道琼 包括Standboard500 是油高 然后收黑 但是他们都创近期新高 所以台湾股市在五一劳动节 回来今天五月二号 叙事待发收付季线 合情合理 而且我跟你讲的东西 全部都验证 上礼拜我跟你讲 第一共和礼拜日要被接管 对不对 被存款保险机构接管 然后卖出去嘛 卖给谁 卖给摩根大通 为什么会挑摩根大通 我不知道 但是摩根大通是受益的 各位 这个第一共和有84个分行 全部今天开始变成摩根大通分行在营业 那摩根大通这一次的一个交易 他也可以赚26亿美元 这大概台币1000亿 所以摩根大通可能跟美国政府也非常好 各位这一定跑不掉嘛 对不对 这都几百年 一百多年的公司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台湾 台湾要加油 上礼拜五盘前景气连五然 复苏下半年 代表第二季 没有人有希望 上礼拜五开盘前是这样嘛 那结果呢 礼拜六 也就是礼拜五的一个下午的一个什么 一个新闻 哇原来我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GDP这么烂啊 负的3.02 原先预估是多少 你要吗 原先预估啊 是所谓的一个1.0几而已啊 各位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啊 烂爆了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各位之前不是说 那个巨大 他的现金有100亿 竟然啊 他的一个什么 一个票款还要往后延 各位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反应都出来啦 各位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前一两个月之前 9921的一个巨大 听说还震动啊 这个啊 朝野 对不对 吓死了经济部长 怎么会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公司 我们继承 我们的自行车在全世界也是卖的顶呱呱 都是第一名的 所以巨大这件事情 你看后面啊 应用在啊 原来大家库存啊 真的都一大堆 所以我们的出口严重衰退 对不对 完全都验证嘛 那你看哦 经济部长也说跳过去第二季啦 跳过了 跳过人过又对了 所以第二季不用看了 那第二季不用看今天再反弹什么的 对啊 所以有时候当你哀莫大鱼心死的时候 业内买盘会来帮助你 各位这一波 就是因为政策跟业内走得太近了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政府在炒作 各位对不对 上礼拜五你看了很多八卦新闻 是不是讲说 是不是总统不在炒军工股 各位不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业内怎么会去主导台湾股市 很多的个股怎么变成短线客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怎么会去政策 鼓励人民去做当冲 这个都严重的一个错误嘛 对不对 不管了啦 自己顾好自己就好 来 今天礼拜二五月二号 大盘最低跌46点 一开始啊 都是负面的利空嘛 然后拉上去 尾盘 各位涨了57点 你看这里哦 蔡老师这一张图是11点15分 我印的时候涨了56点 对不对 相当准确 尾盘就涨57点 那你看哦 为什么印在这一点哦 你看哦 我在这一个K线的时候 正好又印15636 这很神奇啊 各位因为尾盘台股就是收在15636 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这我11点15分印的15636嘛 对不对 尾盘就真的收在15636 那这个15636是站上季线 好不好 所以你说老师那这样开始明天开始做多吗 各位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 我带你你去买的股票 不管股市它要跌到多少 这些个股产业选股啊 获利必然 新高必然 只是涨多跟涨少而已 不会有不赚钱的道理 各位你知道吗 那台湾股市这一波的一个外资一直在啊 卖超台股 所以我们的新台币没有转强过 包括今天啊 我们站上季线也一样 今天早上的时候台币啊 贬到一个半月的新低30.8 各位 几乎快两个月的新低了 所以纵使外资哦 他是 没有做所谓的一个大举卖超台股的动作 他也不会大买啦 从新台币就看得出来嘛 所以我们的个股要自己突破 好不好 你的股票也要自己突破 来 联巴科上礼拜三 最低来到638 是不是 上礼拜我来到674 然后迎接的是他法说会 法说会怎么看 来蔡老师教你看哦 法说会就是手机真的 如法人预估的真的不好 对不对 是吗 联巴科第一季的获利不好 对不对 那再怎么不好赚10块 所以他也赢了一大票了嘛 各位对不对 是吧 再怎么不好不是也赚10块吗 记不记得台积电第一季赚多少 赚7.98 也是优于预期 各位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财务预测嘛 第二季嘛 很多个股是这么看的 没有再看过去哦 来第一季赚10.64 第二季呢 预估EPS赚多少 18.59到22.72 那就OK啦 就这一波赚快找联巴科的买点就对了 所以联巴科今天一开盘 开低之后马上拉上去 虽然没有过啊 上礼拜五的高点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今天面对的是7家外资 调降他的目标价 他还有办法收红 那就好了 他还有办法收红啊 各位尾盘收671嘛 各位对不对 最高673嘛 上礼拜五高点674嘛 你说老师那台积电可以期待吗 你来看看哦 Intel惨亏 但是那后面讲说 未来一定美好的 这好像是国小一样 你虽然这次考最后一名哦 但是你下次是有机会得进步奖的哦 但是你要得第一名吗 那是不可能的 哪有可能最后一名变第一名 对不对 所以说Intel惨亏 但是你未来是美好的 一定要加油 好不好 这个就像小学老师的文笔嘛 对不对 然后Intel 他说PC市场下半年 下半季 修正 这个所谓的下半年会复苏 这茂达 这蔡老师跟你讲的嘛 对不对 这个电源驱动IC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跟三星要抢单3奈米 各位我告诉你 三星什么东西都要出来抢 没有一次抢赢过 但是这个时候台积电没有利多 所以这真的是有一点刻意的 台积电早就把三星甩在身旁 不曉得几公里远了 对不对 但是台积电以这一种消息来说 他也涨不动 是不是 去不去啦 所以说台积电还要其他的一个利多 好不好加油 我们还是要对台积电正面的看待 台积电加油 台股加油 希望一切往好的地方发展 那台湾股市今天到底是 哪边往好的地方发展 就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碳权 碳权 讲了一大堆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要留意的是1101的台泥 这是全台湾最早介入减碳的一个什么 上市公司 715亿的台泥 各位 最老字号的一个台股 各位你知道吗 当时蔡老师跟你讲 你要你看 他在后面来到多少 4月24号 39.8元 上礼拜一 营收双针搭配波段新高 今天的台泥直接充40块 40.25 9个月新高出现了 101的台泥40.25 波段新高搭配营收双针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讲 有时候不是说消息面好 你去乱追股票 你要真正找本业好的个股 你才可以安安心心的去买进 今天早上经济日报也有讲出来 传产的大咖 供这个碳补桌 台泥 有没有 碳补桌跟碳风存 他就是最早 下去要做苦工的 包括台塑 包括台泥 包括雅尼 包括国产 我认为都比子类股好 子类股在赚什么的 我也搞不清楚 来 关键呢 全球股市最强的 就是我跟你讲的AI之王 辉达 安利比亚 在美国股市震荡当中 他在今天早上还大涨了一个4%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他可以带动太多太多的族群 像散热模组 像所谓的ABF 各位 ABF你特别要留意 为什么 今天高盛又来喊买 ABF宅版三雄 星星南电跟景硕要买哪一档 我已经跟你讲就是南电 第二好的就星星 除非华硕集团自己要去做景硕 不然我根本不会选华硕 各位 日本的亦斐电 今天日本的一个市场 应该是最后一天交易 即将迎来九天的一个黄金周 各位 大涨12% 对对 亦斐电 是不是 日本的ABF大厂 看其效应 南电今天攻到281.5 是不是 南电今天尾盘收277.5 也是强势 营收月增近期新高 各位你来看这里 投信的买盘出现了 投信已经连续六天埋伏在南电 所以南电今天创新高 合情合理 那为什么蔡老师跟你讲说 南电比星星比景硕好 各位南电已经连续两个月月增了 其他的一个个股 星星才一个月 对不对 景硕才一个月 而且关键是什么 你看三月份 南电的年衰退剩下16% 新星的年衰退还有18% 年衰退 景硕还三成 更不用讲季限之下就是景硕 所以今天主持人在问我 我说景硕就不用讨论了 今天台湾股市是翻回来季限之上 你除了去找这个季限之上整理的一个个股 就是比大盘强之外 你不会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跟各位说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蔡老师每天在这个节目上就是告诉你 我懂什么 我能够带你你去创造什么 股市就是这样 而且不是在走显路 各位你知道吗 不是在跟单 不是在听消息 懂了没 要有一套完整的逻辑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还没有加入蔡老师赖生活圈的 赶快去加入 记得加入好友 官方推荐 好不好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条件 在官方账号 好不好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为明天礼拜三的获利提早做准备 好不好 母亲节 再两个礼拜就要到了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希望各位 今年不要再措施掉了 一年一度 赶快跟上来 跟上来 跟上来就对了 2023年要怎么样操作台股获利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正位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 颜辛猫在哪 时间再来 蔡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 股市就是一个大海 你要怎么样找到哪一片海域 有丰富的渔产 可以来下网 各位这是要靠技术 所以蔡老师才会邀请你 你要走唯一安全的航道 然后来做丰盛概念股 靠陆海空三军 来帮你找出 这样走的一个 唯一安全的航道 好好的去身材有道 就是这样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我讲过的所有的一个产业的东西 包括节目 我都会放上生活圈 你还没加入的 你自己拿起来 官方推荐 直接把它按一按 好不好 这公司的一个logo 公司的一个玄关 所做的所有的服务 全部都是合法 受经管会监督的 这才是你可以放心的一个什么 跟随的一个方向 跟正牌分析师 知道了 所以蔡老师早中晚也是 努力的把我要做的一个责任 跟工作把它全部呈现在各位的一个面前 好吧 你看SCFI上海集装将指数又丢掉了 也就是说从千点上又摔下去 9999 各位 当然 长龙海运的一个下沙 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太多人挤在船上了 所以说变成人采人 希望你能够逃过这一波 军火商今天来到台湾 听说总统府不接见 好不好 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是跟你讲说除了这个雷神技术跟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其他我也搞不清楚这些干嘛 奇异公司有了 这给我们汉翔十年三百五十亿美元的一个大单 其他我也搞不清楚 是要来吃台湾的小吃还是来拍照的 希望对台湾好 好吧 所以说军火股 各位早有营收的来做就好 你管到底总统府有没有在做军工股 蔡老师从来不会给你介绍那些一直在标 但是没有获利的个股 还被证交所警示 本益比一千倍 还在做无人机 听说今天还签什么备忘录 备忘录不就是假的吗 各位 我一直觉得备忘录假的 你是旁边没秘书 人家讲什么事情 你们记起来就还要故意弄个备忘录 备忘录根本就没有法权上的一个依据跟效益 我今天看了我就觉得很感冒 我不讲哪一档 你自己去看 新闻都有 各位 汉翔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龙钢今天标到599 好不好 快60块了 蔡老师当初跟你讲的时候 30块 是不是 产业选股搭配纪律操盘 好不好 齐宏 今天高点 好像听说167 收盘166.5 反正是历史新高就对了 好不好 蔡老师当初跟你讲的一个齐宏 113 是不是 是 这都AI带上来的 伪创 28块9 今天占上50块非常恐怖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法人买不停 其实就是 应该要感谢这个塔塔集团 因为塔塔集团这个用6亿美元来买的话 应该这几天要公布吧 对不对 之前兼末期 对不对 152亿到190亿美元 就是大概是6亿美元 是不是 是吧 蔡老师是去年12月13号帮你研究出来 那时候伪创28块9 已经快一倍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三阳工业 有没有 今天也再创新高 是不是 39块8 是不是 今天也快60块了 有吧 还有什么 新云也是波段新高 是不是 重点的一个个股亚力 今天还飙涨停 各位 亚力 32块跟你讲了 是哦 所以各位 向外学习快速行动 是你现在要做的两件事情 你这样才可以换来 节约人生成本 缩短成功的时间 蔡老师帮你打气加油 好不好 所以大家好好的为明天 礼拜三的获利提早做准备 什么样的族群最安全 什么样的族群能够帮你获利 蔡老师也帮你准备好了 好不好 所以利用母亲节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诚挚地邀请你赶快 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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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023年要怎么样操作台股获利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本公司案所推卸分析的 个别有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透震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十字付投资风险 充力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